明星到底有多能赚钱 之前郑爽出事的时候 爆出来一个日薪208万 他一天赚的钱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 经常关注娱乐圈的朋友也知道 郑爽在圈里根本不算顶流 那么一个不算顶流的明星都这么能赚 那顶流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早在2001年 赵薇就是国民女星级的演员了 那个时代还没有顶流的说法 但是如果有那赵薇一定是最顶级的 当时给赵薇搭戏做配角的范冰冰 前几年就被爆出漏税8亿元 由此可见从侧面判断一下 赵薇的资产有多恐怖 如今赵薇已经被封杀 相关作品悉数下架 但是有关她的消息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现在又有网友继续深挖 抖出了赵薇在海外的奢华资本世界 其实当年看似单纯的小燕子 一点都不简单 赵薇在国内共有7套豪宅 包括上海湖畔家院的一栋别墅 北京的财富公馆等等 其价值大概是6000万左右 2012年赵薇在香港购入两套豪宅 总价值约为8000万 2014年赵薇在新加坡买入一套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海景房 除了房产之外 赵薇在其他领域也有投资 2011年赵薇与丈夫黄有龙在法国投资了一个酒庄 价格超过400万欧元 这个酒庄曾经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产 也是法国担价最高的葡萄园 接下来一段时间 赵薇先后投资了不少酒庄 并且成立了一家葡萄酒公司 这是第一次有艺人涉足葡萄酒产业 马云投资了赵薇的公司 两人合伙豪赚70亿 2017年的时候 赵薇旗下就已经注册了17家公司 而她的丈夫黄有龙更是恐怖 仅在香港就注册了27家公司 按理说都这么有钱了 赵薇应该知足才对 但是在2017年 赵薇贷款30亿 试图用一家空壳公司收购万家文化 万家文化当时的市值是100亿 这场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空手套白狼的控股行为 于2018年失败 赵薇旗下的公司宣布放弃空股 但是赵薇全身而退了 万家文化的股价却下跌了60% 公民损失数十亿元 最终赵薇被判罚30万 并且五年内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收割了数十亿最终只判罚30万 这对赵薇来说未免太轻松了 而且这件事并没有让赵薇停止习近的步伐 直到被彻底封杀前 他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包括影视 综艺 导演等等 当你醒来时 你是否发现娱乐世界发生了变化 是的 国家做了 这个看似无边无际的圆圈实际上隐藏着污秽 甚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赵薇超的言论被屏蔽 他参与的所有影视剧被删除 爱奇艺以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为由 将其作品全部撤下 目前赵薇的作品已被暂停 许多公司已被取消 他的艺术家也已违约 像黄晓明和杨子这样的朋友 很快就摆脱了他的关系 他一夜之间成了一只被大家叫来的街头老鼠 如果你还在吃西瓜 这篇文章会告诉你赵薇发生了什么事 1998年赵薇凭借环珠成为全国流行明星 他主演的环珠格格打破了第一次收视率 第一次重播率等多项记录 因此赵薇成为各大资本交易者眼中的热蛋糕 2001年只流行了一段时间的赵薇 被邀请参加时尚杂志的封面拍摄 也就是说这次枪击事件使他的职业生涯陷入低谷 并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滑铁炉 该杂志主编邹雪要求赵薇穿一件 类似日本军旗的衣服 这件衣服是由一位美国设计师做的 健康和平幸福和卫生是用中文写的 赵薇在拍完这本杂志后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三个月后一位读者抱怨赵薇并在重庆的一家报纸上发表 全国人民才突然意识到赵薇是新日派 随后赵薇发表了道歉声明 表示他今后会更加关注此事 半年后在湖南卫视爱情深沉多余演唱会现场 观众对赵薇的行为不满 直接冲上舞台将准备好的粪便水倒在赵薇身上 这就是著名的盗粪门事件 据说赵薇的军装事件后来被证明是被他人陷害的 是上杂志主编邹雪因自己的过错辞职 赵薇为邹雪感到难过 于是邀请她开酒吧一起赚钱 然而当他们成立酒吧时 由于生意问题出现了矛盾 所以当时怀孕的邹雪被赵薇的司机殴打 邹雪昌是严重住院治疗 赵薇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真遗憾 尽管法院最终将责任归咎于司机 但赵薇的声誉已被破坏 她的黑人身份并未被洗去 2014年在赵薇指导了第一部电影《青春之火》后 她计划拍摄另一部关于30多名女性的电影 名为《没有其他爱情》 这部电影没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演员 当然赵薇选择了地位不稳的演员戴力忍 作为影片的男主角 她还找到了日本演员瑞元玉子 她称赞了这段羞辱视频 当时大家都提醒赵薇 这两个人有问题不要使用 但赵薇不但不听还发了一张她和戴力忍的合影 以显示她坚定的态度 赵薇还发送了一份文件入妈媒体 称媒体断章取义并讽刺那些善意提醒她的人 中国人很生气所以全民抵制赵薇的电影 事情变得越来越激烈 最后在国家的干预下 赵薇不得不更换两名有争议的演员 并找到其他演员再次拍摄 最后这部电影未能上映 你可能不知道不久前被整个网络屏蔽的张哲瀚 是赵薇手下的艺术家 作为老板赵薇不能不了解她的员工 张哲瀚连续三年在日本神社打卡 并将照片发送到社交平台 赵薇对此充耳不闻 诚然员工的数量和老板的数量一样多 有人说张哲瀚对日本的亲和力是自上而下的 事实上赵薇很难摆脱这种关系 如果不是张哲瀚的事故 赵薇早年的坏事实际上已经被愚弄了 我没想到现在会再次被提及 这使得她的亲日言论更加现实 赵薇嫁给黄友龙后 跟随黄友龙进入京城圈与马云创业 赵薇和黄友龙的龙威传媒拥有200万注册资本 在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相关金融机构的融资尚未获得批准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们利用空壳公司收购了 1万家国内市值高达100亿元的上市公司文化 并仓促宣布 赵薇利用他的名人效应 眼中误导了市场和投资者 后来人们发现融资失败 导致了大量投资者的损失 这对夫妇一起空手掩护白狼赚了数十亿美元 最后他们被罚款60万元 并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5年 如此糟糕的事情 就连人民日报也发布了一份文件 管理赵薇切韭菜 就在三次新日和切韭菜事件之后 赵薇从祭坛上摔了下来 她不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小燕子 她的黑人历史也越来越多 不过当时的娱乐圈比较宽容 整风也没有今年那么大 所以即使赵薇做了很多措施 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安全落地 甚至还被邀请担任 我是演员的评委 教别人表演 俗话说你迟早要还的 赵薇认为她可以保护自己 事实上天堂的王是宽大而粗心的 她的报应来得晚 她的丈夫黄有龙 长期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今年6月她被债权人追讨 本金和利息供给3亿港元 赵薇的微博很早就删除了 关于黄有龙的信息 离婚的传闻仍在继续 但双方的官方声明尚未收到 此时赵薇的家庭危机动荡 事业彻底失败 圈内朋友关系破裂 公司员工解除合同 她的演艺生涯终于结束了 对于这次清朗活动 国家大力整顿娱乐业 所有做坏事的艺术家都不认为 他们能在事情过去后逃脱死亡 互联网有记忆 只要他们做错事 就会受到惩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